那一年的幸福时光特别细化 因为越大你会越不喜欢把心事或是不快乐的事情去分享给爸妈 因为让他们担心嘛 我希望表现里面就让他们觉得我是很踏步 我是很坚强的 我都很OK的 所以我回到家里就要快快乐了 那在打开大门的那一刹那 你会准备你自己的心情多 因为我不管他们的问题 我只要帮助你 只要应付 总有一天你要回到这个地方 因为就是你出身最原始 让你享受无忧无力长大的地方 那也是一个家庭 就是一个人的距离的地方 累了你就回家 回到那里的幸福时光